澳洲正西台邦第3期讯息宣言 从河北深港线西的房地产还是蛮热络的 因为土地的价格不断的上涨 还有原物料不断的上涨 原物料营建成本已经上涨了三四成 所以说房价要往下跌的机率比较少一点 我们的金融业也一直在往上爬 尤其我们的股市也在往上爬 所以带动了房地产的热络 像现在由三级降到二级的解锋 很多报复信的都出来购屋看屋了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都趁着这一波疫情降下来 出来看现场的食品屋 还有跑到仲介公司 来看屋购屋 所以说房地产整个景气上 应该是会再往上调 不会往下调的因素是 原物料还有土地价格往上涨 这个合璧在地建设 原本只是推出透天的建案 看到未来合璧地区本年的交通榜 加上多款 因此开始专行推出大楼建案 希望基因少年做观众来背 因为去年的疫情开始 我们觉得房地产业会受影响 结果土地价格飙涨 还有营建成本也飙涨 所有的工资都涨了 为了因应这一涨的成本的这一波 所以后来我们评估了以后 就用检疫大楼的方式来建这个建案 因为检疫大楼的模式是 一千万以下 六百五十万以上的价位 所以是针对年轻族群所建立的 一个建案的价位 因为我们还跟着我们彰化县长 王惠美的政策 希望年轻可以回乡 所以我们在甘筑这个区段的土地 是针对台中县的工业区 还有张宾工业区 还有全新工业区 它的交通便利 所以我们就针对年轻族群 下去规划的一个建案 可以让所有的彰化县 和美镇的这些年轻族群 可以安居有一个很好的住的环境 而且开车到上班的地点 也大概不会超过二十分钟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建案 我们就针对我们的年轻族群来规划 可以享用我们彰化县长 我们王惠美县长的一个政策 青年人回乡 可以安居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的环境 上班的车层可以很近 这个就是我们建设公司 在地的建商对我们彰化县 我们在地建商的一分心意 中华官林靠外劳严重 为了去年轻人老在家乡 官府也开始建议成人主体 未来和美地区 更是有一条在通台中的大局 在这两个优劣的条件去阴智下 以后未来和美方的赛 可以有一部分心疼风 新中华新闻里面 红和美 蔡宏博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